藍色轎車逆向行駛 高速開在路上 他先是撞上一輛白色轎車 一旁兩台機車都被波及 女兒騎士被撞飛倒地 但藍色轎車還是沒有停下 還把白色轎車推撞進路邊的娃娃機店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 白色轎車被撞之後 以倒車的姿態 再撞另一台轎車 店內的娃娃機 周圍的電箱 冷氣壓縮機等 通通被撞爛一片狼藉 事發在晚上的七點多 當時路上車多人多 藍線駕駛開著超過200萬的名車 經過華美街時 他一次分析 要檢視車內掉落物時 發生了連轉車禍 造成四台車受損 四人受傷 疑似應不專心於華美街口 發現前方車上減速後 一擊往對向車道閃避 與陳信自小客車駕駛 往周明南路方向的執行行事 發生碰撞 因為一時分心 白萬轎車被撞成廢鐵 還波及其他的車輛 更造成電價損失 後續的賠償問題 恐怕會讓藍性駕駛相當頭痛 這兩位連結一下 今天在全台中採訪報導